黃明志、小粉紅、情歌一曲、被兒撩人 三七七晚醒了腦、粉紅心裡直撲騰 撲騰什麼呀 專屬歌曲有點受寵落驚 懶人包、黃兒逢、丟三落四、缺劇情 茶友幫忙來補課、戲裡戲外、畫人聲 畫得怎麼樣 燃、嗨、瘋 歐金鐘、刀客行、山洞裡邊把身容 可燦世間多醜惡、爪牙狼犬、做牆弓、呼嚨 刀客與命、惡人慶功、只等天數全湊齊 黨紅樓、呼啦啦似大煞清 脚踩疊血處、地獄之門、為黨開通 快人快語、天下事 京腔京韻、老北京 各位茶友、各位觀眾聽眾 大家好 歡迎光臨歡樂醒腦的 老北京茶館 品大碗茶、聽大實話 我是劉卓 我是李正 茶坊一掛段子先行 話說當懶人包交給懶人去辦 那會是什麼結果呢 就是咱昨天那集玻璃心懶人包的結果 順著那歌詞一路是丟三落四 梗兒掉了一地 嗨跟玻璃茶子一塊掉的 得亏咱茶友那麼多熱心又手腳麻痺的茶友 紛紛過來幫忙把我們這倆懶人爛的東西挨個都給撿回來了 您瞅瞅懶人包這事交給懶人去包 得給廣大翻牆群眾、海外華人茶友 以及混跡在翻牆茶友裡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帶來多少不方便呢 標高音繼續標 什麼標高音 你說小黃黃明志唱那首 標高音啊 有轉移注意力 真不明白假不明白裝糊塗啊 我說的是 您剛才說話標高音唱高調 急了 急了這人 能不急嗎 我一推六二我就跟懶人包沒打好 您沒責任似的 休養堪憂 您也跟茶友們學學人家怎麼面對的 怎麼面對的人家 怎麼面對的 對咱們犯下的嚴重失誤 既沒打又沒罵 還不惜耗費時間精力 掰開揉碎了 給咱們掃忙 這倒是 對了茶友怎麼掃的來了 怎麼掃的 這麼掃的 劉卓、李政、二位有所不知 有一些話用臺灣和福建地方方言的發音講出來 是非常具有鄉土氣息的 說出來也是有一定殺傷力的 打住打住啊 說的那麼直白幹嘛 敢敢敢敢敢敢一正著 嚇死小熊寶寶了 不是 人家茶友說了 這是跟小粉紅老掛嘴邊那句NMSL屬於上下聯 來而不往非利也 所以也送他們一句 是這意思 您聽聽 黃明志同學多講究 什麼事兒都講究個章法 那邊一通舉大旗 到處問候 那小黃也想表示表示 屬於外交禮儀上的對等原則 當然啦 對黨那事兒倒不是小黃同學主要考慮的 這孩子頑皮 創作歌曲總抑制不住要逗點小悶子 黃明志會、婚婦搭配 那屬於偏花了 偏花 重點在這首歌的歌詞 是會場全面深邃、喜感、清奇的 沒錯全面這事兒還有們給湊齊了 包括熊貓是指代黨國 蝙蝠對應中共病毒、武漢肺炎 果子裡代表03年那會兒的SARS病毒疫情 不換肩走了十里 扛著棉花踩著它愛的蜂蜜 麥子換成棉花 還不只是個輕重的問題 問題出在棉花上 是從新疆那邊扛過來的 玩這要累死皇上的節奏 安威從一開始 就是兩隻血白綻放的棉花 隨著風搖曳 影射抵制新疆棉事件 引發的一大波粉紅出征炒 沒錯 當時以瑞典品牌H&M為首的 很多國際大品牌 全個字都表態 抵制新疆強制勞動生產棉花 就為這事兒小粉紅到處出征 口水都給爭斷貨了 嗨口乾舌燥 順便把阿迪達斯給燒上了 還搭避香港藝人陳醫訊呢 這位真的是又傻又天真 白白把自個全球代言給揮刀自攻了 之後瞪眼吵著 黨國運動隊一人一身阿迪 七刷刷出征去了 陳醫訊直接哭昏在廁所 簡直無語 棉花不是一般棉花 蜂蜜也不是一般的蜂蜜 是小熊特供那種御膳防風 採蜜的也不是小蜜蜂 更不是大熊貓 是喜歡吃蜂蜜那小熊威你親自採的 對了剛才說的棉花還有補充呢 補充 棉花生產加工專業戶茶友人就說了 兩位您這就不懂了 壓縮棉花方塊很重的 哦這事兒必須得跟清風皇上直接對口供了 您不交代真不成了 您扛一把的棉花 跟扛二百斤麥子比 到底熟清熟塵 這事兒您不說清楚了 這山路您是甭想過去了 另外剛才那句 臺灣茶友還天裡一梗了 採蜜的小蜜蜂在臺灣也有特質的含義 不過這個更有個個人解讀的色彩 不在這說了 有興趣的茶友給您自己去留言區查看去 倒也不一定是個人解讀 有可能是地方性解讀 對地方性解讀 茶友還說了 13分10秒那邊說的別再偷我東西 應該是黃明志自個兒的版權 他提過 中國那邊平臺常偷他影片 還要微博內容配合審查 只是他不太理會了 沒錯早就深受其害了 黃明志說了 他的創作在大陸幾乎沒賺錢 都是被山寨盜版的 反應也沒人理 陳芳宇也說過 他對黨國那種不尊重人權 歧視、侮辱女性 真不能接受 沒事這問題解決了已經 黨為了保護小黃的同學的支持探究 已經把所有平臺 卡拉OK裡面黃明志、陳芳宇的歌 全都給下架了 您連影都找不著了 抱歉黨又露竊了 怎麼露竊了 怎麼露竊了 被黃明志搶先一步 啊投訴了 No 袖子跟兵投訴什麼 人家小黃是因為完全了解大陸的盜版環境 所以他在創作的時候 直接啟動了防盜版歌曲主題模式 不懂 不懂 歌詞整體 甚至句句 影射黨國和小粉紅的醜事兒 結果各大平臺愣是瞅著眼纏不敢搬 從根本上解決了盜版問題 還不影響知名度 共產黨越封殺 老百姓越好奇 私底下玩命跟那傳 效果放大了60多倍 黨又玩線了 茶友還提了一梗 爺爺知道了又要懷念你這句 要同時看英文才能理解 等會啊 咱先解剖一下麻雀 先說懷念你這仨字 您先說 茶友說了 習近平17年那會有新年賀辭 這麼說的 中國維和部隊的幾名同志壯烈犧牲了 為世界和平獻出了寶貴生命 我們懷念他們 要把他們的親人們照顧好 有這事 之後呢 被臺灣PTT鄉民做成一個梗 什麼呢 為了緬懷在中共黨國做出挑戰當局者的舉動 並給自己帶來性命之憂的那些人 就會用我們懷念他這句話來發表感慨 也算是吐槽中共 有時候呢 為了讓人看明白吐槽這是誰呢 還加上一習大大的屁圖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有人觸怒了中共 一旦面臨著有生命之憂的時候 通常臺灣那PTT鄉民 就說他要被關懷了 就是這意思 接著說茶友提醒他 爺爺知道了又要懷念你這句 就剛才說那句 要同時看英文才能理解 爺爺爺爺這詞 英文翻譯用的是POOH 扑扑熊 就是這意思 就是這意思 小熊威尼慶雙皇的暱稱 這就是後邊氣扑扑的前臺詞 茶友們也說 威尼熊又稱扑扑熊 扑扑熊氣扑扑 台語直譯 這台語稿實態太多了 黨最縮火的是什麼呀 自媒體人再怎麼解讀啊 那都可以說他們亂猜 意想 也就是說 誰也不敢說他那解讀是權威 那肯定都是一家之言嘛 but 黨受不了這種 知道答案卻不搶答的誘惑 所以第一時間 通過全面封殺黃明志 陳方宇來了個精準對號入座 沒份兒不對號 黃明志一開始打出一警示標語 警告玻璃心者滲入 英文直接寫的就是 一歲的粉紅 您說這不入座怎麼過意的去 一歲的粉紅 其實也有餘地 黃明志知道大部分小粉紅 可能都跟監獄等著減刑呢 沒功夫學英語 所以充分在中文表達上 做了溫柔化的處理 警告探號玻璃心者滲入媒體粉紅 哦沒說粉紅倆的 不過有的地方可沒那麼兜圈的 多少敏感鏡頭啊你看 大胸胞往那一站 一會兒割韭菜一會兒舉大旗NMS 一會兒玻璃心碎一地 簡直太多了 你說是不是 尤其剛打旗出來那時候 底下字幕正好是滔滔不絕的出征 出征 還有粉紅女王泡在粉紅泡泡裡的浴缸 象征黨國一匙子雞血 一匙子狼奶 一個大匠缸 一天到晚泡著 灌灌灌 我理解為什麼黨一句話不說 立馬把黃民志給人間蒸翻了 他那歌是黑男對付 您說吧 越吐口水、黑料越多 傷得越厲害、黨越醜惡 想來想去只有一轍了 就假裝世界上不存在這首胳膊的 這行了 不過問題來了 互聯網時代防民制口 他不光是滲於防川 關鍵他防不住 肯定越毒水越深 直到最後潰堤、發大水 齊活 真就是這麼幹的 黃民志應該慶幸 自個現在的選擇 貢獻大、收穫大 應該說損失倒不大 這可不對啊 損失這還小啊 全下架了他那哥 不出玻璃心 該下架也得下架 網友都把反動藝人清單給曬出來了 大陸卡拉OK歌廳的公告 說據市文旅局通知 從即日起 對中國大陸、臺灣、香港 許志安、蔡依林等47名 道德敗壞 從事過違法或不道德活動的劣跡藝人 1376首音樂作品予以下架 還特別標註 蔡依林、周子瑜都是支持臺獨的 黃民志這名真沒白底 太明智了 有大勇武、大智慧 又馬上金句說 反正這黨是遲早都要主 為何不鼓個風華絕代 風華絕代 人是心中明確了守護自由、拒絕洗腦的志向 那後邊的事兒交給老天爺就行了 就像他自個說的 辛苦做出來的作品一定有回報 尤其這種辛苦 不是僅僅為了賺錢和一夜成名 其實說到黃民志之前已經非常有名氣了 不過畢竟不是那種親共的主流歌手 知名度受到很多壓制 這回好真是一夜成名 是有的時候有的人真的是一夜成名 沒錯 也許是機緣財道 也許是冥冥之中 眼下大陸那位一夜成名的刀客 就有了新消息了 莆田大俠歐金中 就是他 不過這先消息也不是什麼好消息 歐金中已經被中共鷹犬發現 最後在包圍被桌之後 被官方一句拘捕自殺 奪走了55歲的鐵血生命 18日莆田警方發布警情通報稱 10月18日下午3點多 在公安武警圍捕下 犯罪嫌疑人歐某中 於平海鎮上林村附近一山洞拘捕 並畏罪自殺 經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這個所謂的拘捕病畏罪自殺 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說法 網上幾乎根本就沒人相信 網上幾乎都說 看看學長公告有一幕了然了 這不是明顯的暗示引導嗎 就是前頭有2萬5萬 猴子有畏罪自殺 現在已經不是推測猜測的問題了 相鄰的嵌頭村村民李先生 從上林村一個村民那獲得了消息 說歐金中因為出山洞 挖一個村民家的地瓜來衝擊 結果被這家村民舉報 警方在附近搜到的歐金中 對不同的當地網友手機留言 都討論這事了 你說這是誰舉報偷地瓜的 太惡心了簡直 明明知道這段時間 歐金中就藏那一片 而且好多人都互相提醒了 一江見著歐金中給他搞飯吃 給他水喝給他衣服穿 您說這些做不到 至少起碼可以裝蝦裝兩盤不認識 您別落井下石舉報去 這事說起來比較複雜 其一這農民地瓜丟了 能不能想到歐金中偷的還是個問題 肯定能想到 農民發生那麼大事到處通緝 要不是想到歐金中隨便丟幾個地瓜 誰吃飽撐著舉報去 這倒也是 要是能想到是歐金中 還舉報 那說明可能是動了壞心眼了 想賺那五萬塊錢 要這麼說的可真是賺了缺德錢了 這舉報得分是不是壞人呢 從歐金中出了挖地瓜的行為看 非常明白 第一歐金中已經餓得不行了 第二他不想死 太對了說的 要自殺您說是不是早就自殺了 幹嘛非要等著偷完地瓜再自殺 您說是不是 貪官要說被抓那時候確實喜歡自殺 因爲什麼 因爲身上的事兒忒多 謙承的關係網忒複雜 怕被呆著以後承受不了的毒打 吐吐吐招太多人出來 想一死了之 所以貪官客觀上有求死的需要 是啊 但是歐金中這麼簡單的案情 根本不用審 歐金中肯定一五一十給您交代出來 這哥們一直想要的就是有人聽他說聽他說 這時候自殺您說怎麼可能呢 只有他殺這一種可能 李先生還表示了 歐金中被抓的時候體力已經不支 運出來的時候 村民全跟那替他說好話 求警察不要打死他 讓他把事情說清楚 接受法律處罰 都知道他是個大好人冤枉 是 李先生說 由於警方嚴密封鎖消息 歐金中畏罪自殺的具體情況 誰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反正村民確認說 歐金中運出來的時候肯定是活著的 他們說公安機關肯定希望他死 就甭查了 警方通報出來以後 歐金中的家屬要求對遺體進行法醫鑑定 遭到了公安的拒絕 李先生還透露了 自事發第二天開始周圍幾個村鎮全都被封鎖 歐金中被抓之後 封得更嚴 怕記者進村 怕網紅進村 本地村民都得憑著身份證進出 18號當地警方通報公開以後 民眾再次發出質疑 說從那份尋賞通告就能知道 他們不可能讓歐金中活下去 沒找到的時候還活著 找到了就得死了 反倒死了 今晚蒲田當局要談冠相慶了 我不相信警方的說法 反正也死無對證了 更大的問題是網上質疑出現輿情之後 貌似懸賞通告是刪除了 其實村口電竿上貼的 就是這張懸賞通告 內容完全一樣 大外宣多元網貼了好幾張照片 還是那個找到屍體給5萬的懸賞通告 深圳市的意見人士林生亮特別悲憤 就說歐金中不幸被死亡了 被死亡了 還有民眾網絡國趙無界評論說 不能讓歐某中共發聲 不能讓律師參與進來 不能讓輿論再發酵 所以他必須得死 所以這是註定的一個結局 以後也沒死刑犯了 找到以後直接開槍打死 不用上法庭不用浪費勞犯 當然年輕人的器官有用的 除外 對 器官這事來了 現在最讓人擔心的問題是什麼呢 真就是 歐金中會不會再被槍斃 但是沒死亡的時候 也就是還活著的時候遭到了活體摘取器官 歐金中不至於吧 不至於不好說這個 為什麼呀 家屬想檢查屍體 警方拒絕不讓啊 哦對對對 剛才說警察不敢讓家屬看歐金中的屍體 這裏邊肯定有鬼 確定是 韭菜對於中共來說 其實就是經濟作物 人這種韭菜也是一樣 當成人體器官零件的儲存庫來看待的 這種事曝光出來的太多了 他們要對歐金中下這種手 那可真是魔鬼的勾當 他們現在也不比魔鬼強哪去 網絡國趙無界又說 在法律不公的年代 亡命之徒將載入史冊 還有網友說了 一路走好歷史會記住你的 這就是小粉紅極力維護的黨國叢林 即使小粉紅保不齊哪天 也會遭遇歐金中一樣的不公 這也就是大馬藝人黃明志 努力發生質疑的黨國社會 他是真的想讓自己曾經的祖國 祖上之國有一個自由的生存環境 沒錯 網上一直流傳的一句話 粉紅是種病強拆一回就好使 事實證明強拆一回也不一定都好使 但是沒有人希望自己的同胞被強拆 畢竟大部分粉紅也是韭菜 任憑黨的踐踏沒有回擊的能力 所以還是希望小粉紅、自甘五的年輕人 有機會從狼奶、雞血混合的大匠缸裡 抬起頭來呼吸一下自由的新鮮空氣 有時候聽聽流星音樂也是您的一種選擇 歌聲裡邊看看是否能找到當下的您自己 好嘞 送人好茶、手有餘香 歡迎您訂閱、分享 下回節目再見 再見